国泰银行近日宣布任命曾翁若美女士为执行副总裁兼首席零售业务行政总监 负责银行零售业务策略规划以及管理北加州等分行的运作 另外任命彭友伦先生为执行副总裁兼任首席零售业务行政总监 负责国泰理财国际贸易所有海外据点以及分行管理 国泰银行表示曾翁若美女士成功的领导了东岸分行的增长 而彭友伦先生积极地扩展了国际银行业务 曾翁若美女士在2005年加入了国泰银行 在她的带领下 两年内国泰银行在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增加了十家分行 国泰银行同时宣布李美贤女士加入了国泰银行 并且担任资深副总裁兼区域行政总监 负责纽约州、新泽西州、马里兰州和麻州的分行管理